嗨,大家好 我这里这几天很高温 今天现在是下午 差不多10点 38度 湿度就没有了 没有湿度 又干燥又高温 在这样清风底下 我想给你们看一看 我的木炭桃的半水培的兰花 是如何度过的 我在两个星期前 曾经做过一个视频 关于木炭对兰花的好处 受到很多很多男友的留言问我 我用的是什么木炭 木炭的包装是怎么样 在用木炭再种兰花之前 要如何处理 等一下我会带你们去看一看 我用的是什么木炭 用木炭之前 我是如何处理的 但是在看木炭之前 先来看看我 现在这些卡特兰 淘汰木炭半水培的卡特兰 因为卡特兰 长得是最好的 在这样高温下 反而我的卡特兰 长得非常的好 这些卡特兰 这些都是木炭桃里半水培的 我先打开给你们看看它的根 你看看它们的根 你看看它们的根 整得多么的好啊 它的小鸭也长得很好 长得很快 据说呢 木炭是可以降温 木炭呢 是可以把温度呢 cool down 2-3度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木炭的原因 我今年的卡特兰呢 长得特别的好 我没有去做过研究 木炭是不是可以降温 但是呢 在这样高温的情况底下呢 它们在盆底尾东 还可以长得这么好 我感觉木炭 是有功劳的 当然我自己也有功劳啦 现在来看看它的小鸭 这个都是新长出来的小苗 但是这一棵我没有看见有发热 我现在好多卡特兰呢 都已经有发热了 这个小苗长得很健康 这一棵呢 之前给太阳晒了 现在都长得很好 小苗也长得很健康 这一棵呢 就有两个小苗 这一棵呢 也有两个小苗 这一棵呢 现在的小苗已经有发热 在里面我已经发现它有发热 长出来 这一棵呢 就是我两个星期前 它是在桃利斑水培里面的 我转过来做 桃利木炭斑水培 现在也长得很好 过来整理看看我的 在上两个视频介绍的其中两瓶 水苔木炭斑水培的蝴蝶兰 在这样高温下 也是没有问题 所以啊 它现在这一棵呢 有一个花芽长出来 还是长得很好 现在过来整理看看 整理的也是盆底梅冻的 桃利木炭斑水培的卡塔兰 现在这一棵 这一个小苗有一个发热 这一个小苗呢 也有一个发热了 这一棵有两个小苗 你看发热在里面 那另外这一棵呢 有一个小苗也有发热了 发热长得很大这几天 这一棵 这个小苗我现在还没看见有发热 我相信很快就有了 这一棵有两个小苗 这里也有一个 也是长得很大 这一棵 捷克也有一个小苗 过来这里看看 捷克呢是 水培的 我现在发现它的小苗呢 也有发热了 看见没有 很小 很小 可能你们看不见在这里 有发热长出来 其中一部分呢 这两棵是同一个品种 捷克呢 这一棵 也是桃利木炭 半水培盆底没冻的 它现在的小苗呢 也有一个发热 你看 所以我发现在高温下 加了木炭的卡塔兰呢 今年真的长得特别的好 这里有一棵 全水培的蝴蝶蓝 在解放高温下呢 也没什么影响 因为我这里的空气呢很流通的 它现在好离开 它的母猪呢 整了一个花芽出来 这个花芽 它的奇奇呢 它的奇奇呢 也整了一个花芽 还有奇奇 原油的 花枕里面呢 整了一个 刺花芽 这棵是 所以 噴霧是水培的 我提一下可以做一个食品 关于它 好 过来这里看看 另外的两棵 这两棵呢 其中这一棵 两个小苗都有发热 你看有发热 这个比较小的 现在我还没有发现 这一棵也有两个小苗 讲得很好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看见有发热 我相信它很快有 现在来看一看这一棵 这一棵是我第一棵 用木炭桃力半水培 在中的卡塔兰 它现在呢 有一个小苗 已经有一个花包 看见它的发包 没有啊 它在年初 应该是二三月份的时候 已经开过发 它现在有一个发包 这里的卡塔兰呢 原有是 淘一般水培的 现在都转过来 加了木炭 那这一棵呢 我给它拼了 为什么给它拼呢 你看 这个小苗 有三片叶 本来它长两片叶 第三片我以为是发芽 我从来没有看过 卡塔兰是有三片叶的 原来它长的不是发芽 是一片 这个小苗也是 我不知道它 是有没有机会长发芽出来 但是我感觉它是可以的 那这一棵呢 也是淘一木炭的 这些都是盆底有 有洞的 它长了三个生的 小苗出来 这个小苗 现在有发焦 这个品种的发焦呢 很小很小的 它现在有个发焦 在年初的时候也是开过发 这一棵在里面呢 我都发现它有发焦 长出来 那这一个呢 也是有发焦 三个小苗呢 都有发焦 长出来 我都是感觉是木炭的功劳 虽然我这里现在的温度很高 但是我这里的空气是很流通的 你看 我这里的门口都是打开的 所有的枪都是打开的 我这里呢 因为是玻璃的房子 所以在夏天呢 它的温度是可以很高的 在最高的时候呢 可以有细湿度 但是因为空气流通呢 所以我感觉对蓝花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我经常都说 养蓝花一定要空气流通 高温也没问题 最主要是空气流通 好 现在呢 就来看看 什么木炭是可以用 什么木炭是不可以用 我现在面前这里呢 有三种不同的炭 曾经有网友问过我 是不是拿来BBQ的 就可以 不一定的 因为我面前这一代呢 也是可以拿来做BBQ的 它的英语呢 也是叫chokro 等一下我给你看一看 为什么不可以用 这一代呢 是煤炭 为什么我会有煤炭呢 我都不惜烧煤 因为我的家人呢 在年初的时候呢 买错给我了 买了煤炭回来 这个也是不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 就是面前这一些 用树木烧成的 你看它大大小小了 它的形状呢 也是跟树木一样的 很轻 这些呢 都是树木烧成的 它的英语呢 叫chokro 是可以拿来做BBQ 现在如果在英国呢 现在8月份 好多好多的petrol station呢 都有得卖 很便宜 好像 先 这一瓶 大概是五邦钱 那这一些煤炭呢 是不可以用的 它的重量呢 很重的 你看 它不是树木烧成的 它比较重 那这一种呢 也是可以拿来做BBQ 但是呢 千万不可以用这个 因为这个呢 是每一颗呢 它的形状呢 都是一样的 也是比较重的 它的英语呢 也是叫choco 所以不好买错啊 一定要选择 这一些树木烧成的 那这一瓶呢 也是 也是木炭 我为什么会喜欢用 这一些做BBQ的木炭呢 因为在网上 如果你到一些 篮园里面 买一些呢 是比较专用来 这种篮花的 它的形状呢 看上去就比较好看 但是我不喜欢用 因为呢 它每一粒 都是同一个size 我喜欢用的就是 因为我有一些瓶子 比较大的 比如说 蝴蝶兰 我喜欢用的 比较大颗 卡塔兰呢 如果我用的玻璃瓶子呢 比较大的时候呢 我会用一些比较大颗的 一些用一些小的玻璃瓶子呢 我就会用一些比较小的 所以呢 我就喜欢用 类型的拿来做BBQ的 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呢 因为它很便宜 这些现在如果在Petro Station 大概是五磅 五磅已经可以 再种很多了 那这些木炭呢 拿来再种兰花的时候 要怎么样处理呢 我一般呢 都会浸泡24小时 我在网上做过一些search 有这样的说法 如果木炭呢 它刚刚烧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碱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浸泡24小时就比较好 如果摆放已经有一年的 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做 把它清洗干净呢 就可以用了 所以啦 我摆放有一年多的木炭呢 我都没有做过浸泡 就是清洗一些 我就拿来用了 如果你们还有 什么关于木炭 我没有说清楚的 可以留言给我 记得哦 不要买错啊 那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具体感 night night 阅